欢迎收看台湾上前行 台湾上前行 我是孟琪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是选战倒数八天了 下周六 后来拜六就要投票了 我们要先来关心有关于新竹的部分 高宏安因为涉及 助理费的风波 跟男朋友李中庭双双被列为被告 不过高宏安这边是大声的喊冤 他说这是侦查程序很正常的事情 并不是司法认定他有罪 好那另外一方面 过去他的这个战友林冠年 则是爆料说 现在高宏安的前助理们压力都好大 因为黑白两道 黑白两道都在找他们 都在找他们 到底是遇上什么样棘手的状况呢 好那还有的是 这个高宏安昨天晚上上了直播节目 在消遣死亡之卧 好说就是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 跟马英九总统握手 政治生涯现在才会这么可怕 这话一出是惹怒了一大票 国民党一大票拦颖的人 好高宏安眼看情势不妙 今天赶紧出面道歉止血 好相关的议题 我们稍后会一一来讨论 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 我们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发言人李昆成 孟起好大家好 好再来邀请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张鸿路 孟起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到的是民进党主席特助陈冠廷 各位好 好再来欢迎到的是前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奇 孟起好大家好 好最后我们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温朗东 孟起好大家好 好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助理费的风波 闹得沸沸扬扬 最新的进展 北检千分他自案 将高宏安还有他的男朋友李中庭都列为被告 一起来看 安排解 交通问题 宏安排解 选战倒数八天 高宏安提出交通证件 但外界全聚焦 他被列为被告 因为他被检举诈领助理费 北检正式分案 他和男友李中庭都列为被告 其实北检的分案 这个是侦查程序当中的一个正常的事情 其实大家不用过意解读 因为列为被告就是说 检举人他今天有提出这样子一个告诉 那原告跟被告的关系 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这样子成立的 并不是说目前的检调司法是认定有罪 高宏安再度为自己澄清 不过一提到男友李中庭的行踪 答案却很模糊 早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的第一时间 他就已经出国了 那您知情吗 那现在还有在跟他联系吗 我想昨天我们的发言人 也已经第一时间澄清了 那这个部分就不重复在赘述 因为已经进入这个 检调司法相关的程序 所以跟他没有再联系 我想昨天发言人已经有澄清过了 对手要高宏安说清楚 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民 也铁口直断 高宏安看似老行窄灾 不过吹哨者联盟评频对外爆料 指控他低薪高报 助理加班费变成小金库 甚至连今年年初立院加薪4% 都进了攻击金 从今年的1月25号开始 就加薪4% 但然后我助理跟我讲说 那个时候高宏安是有签名的 签名在这个地方 然后今天早上助理就跟我感叹说 你们以为是帮助理加薪 没有这加薪的钱 都到他的小金库里面去了 这些都是不实的谣言 我们其实就是不需要去跟着 这样子一方式来带风向 无论外界怎么爆料 高宏安都否认到底 随着检调开始侦办 真相恐怕也不是高宏安 自己说了算 助理费的风波滚雪球 目前的进度就是 这个北检已经正式签分他自案了 会由减速黑金专组的检察官来侦办 那么高宏安还有他的男朋友李中庭 目前是双双被列为被告 在请教朗东来帮我们解析整件事情之前 先来看到高宏安他是大声的在喊冤 他说这个被列为被告这件事 这是检调正常的分案程序 就是根据检举人的检举函来进行分案 并不是检调已经把他认定有罪了 这一点他要特别来澄清 那他也说他也有主动提交很多的证据 要给这个调查单位 未来也都会配合程序来走 那第一时间其实这个检调 把列为这个他自案 把高宏安列为被告的时候 这个媒体朋友有去询问民众党的柯主席 柯文哲就酸言酸语 说这个检调什么时候动作 他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那另外要请教朗东的就是 除了柯市长酸言酸语 昨天高宏安晚上上直播 他是有时候他觉得现在网路上 都充斥那种未审先判的氛围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高宏安贪污 而他没有相对应的证据 去说明说他是清白的 所以也不要说是什么 未审先判是高宏安他自己放弃了 去澄清的一个权利 所以柯文哲他就讲说 什么时候办那么快 其实已经办很慢了 大家看到说这些资料是从非常多个高宏安的立委 他的助理里面跑出来的 然后有非常多一色的档案 然后有金周刊上报就告诉你 就是说这些都是高宏安 弄了一个小金库 把助理的钱拿去自己洗头发 吃大餐买玩偶 案情已经是相当的明确 然后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竟然这些人没有被所谓的收押 去避免他们串供 这个已经是所谓的检调 他在面对的在政治上面快要选举了这个时候 其实在实务上确实会发生说 因为为了怕蓝绿会各自有意见 所以现在在收押上面的态度比较保守 我必须这么讲 而且周鸿安是立委 如果说要办立委 这个难度一定要掌握很有充分的证明 对 因为立委还涉及到他的这个会期 跟他的立委保护伞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说这个检调的动作 大概会在选后的时候 在社会的关注之下 大概12月 1月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更积极的一个结果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沉重的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高宏安可能已经有跟部分的这个立委 他的助理试着去接洽 然后要去串供之类的 那这件事情都是必须要去提防跟小心的 所以绝对不会像是柯文哲所讲的说 这案件办得特别快 他已经进度上面已经在延迟了 那也包括是讲是说高宏安 他现在要说他的这个男朋友李中庭 那为什么他也会被列为 这个他治案的这个被告 那我有特别去确认过在实务上面 如果是警察去发动的话 例如说警察他发现是有人窃盗 有人就是杀人 那做完笔录跟搜证之后 就是用真治案去办 那会列成他治案的原因 也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来自于检举函 进到了这个调查局 检举函进到地检署 地检署在做初步的这个了解的时候 先用他治案去列被告 后续有约谈 做完笔录之后再转为真治案 所以并不是说什么列为他治案的话 高宏安可能就没事了 其实非常多贪污案件 包括之前林医师的这个案件 都是先从这个他治案开始的 这只是起个头而已 其实高宏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说 非常简单的一些市政 他都没有办法去举出来 例如说李仲廷是不是人在国内 立委何志伟他就掌握了这个情报 是说李仲廷就出国了嘛 大家就想说你是不是为最潜逃 你是不是刻意用这个方式 避免是说被检警约谈 那面对你有没有出国 这是一番两单认言的事情 有就有 没就没 对 你就出事 你就本人献身 说我还在台湾我没有出国 或是拿着护照说 他没有出国这个记录 或者是你不方便受访的话 你透过网络 透过发新闻等等 证明你还在台湾 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说我出国的话 我马上就可以证明给你看 我还在这个名字摄影棚里面 那结果就还很间接 透过高翁安的竞选办公室说 没有啦 有看过他 你知道这个竞选办公室 有多两光 高翁安他住院的时候 记者去问那个办公室 进办说他不知道 还不确定 还没跟高翁安系上 连着自己的候选人 有没有住院当下 他是不知道的 委员都在担担 所以我高度怀疑是说 李仲廷真的不在台湾 因为他是这个 他进办的说法是说 有看过他 到时候发现说 他不在台湾 看错了 认错了 只是长得很像 这个还没办法办 他未证罪 因为认错人本身 是很难证明 他是有故意的 所以这种含糊的说法 可以证明是 高翁安他这个 这出戏演到现在 大家看了之后 既好笑又生气 心情就很沉重 因为他真的创造一种 世界奇观 我怎么讲呢 他因为去嘲讽马英九 是什么死亡之祸 好像他这些案件缠身 都是马英九害他的 今天早上火树道歉 你马上打给马英九了 你涉及贪赌的这个案件 你硬要到底 然后骂了一下 这个马英九之后 就火树道歉 这样的一个道德标准 竟然还说自己是新政治 是一个比较优秀的 一个候选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嘲讽的事情 这个民众党标榜的新政治 这一块招牌 选民还会不会继续买单 我也要请教我们的昆城议员 今天老柯柯建民他出来说 他觉得高宏安很有可能是 压倒民众党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另外我们来听听 柯主席柯文哲是怎么讲 他其实是为这个高宏安抱不平 他这个前天跟他开直播 说看到高宏安 先前就是住院 一副这个快要挂掉的样子 他觉得真的好对不起他 而且还说 你们这个民进党打高宏安 打到几乎是超加灭族的程度 所以现在民众党 现在倒的风向就是说 民进党超加灭族国家机器 来 议员 这个柯文哲他之前就讲说 这个什么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然后怎么会有高宏安这些资料 那其实林哥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高宏安这些资料都是祸起萧强 都是由他们内部的人所提供的 只有他们内部的之前的助理 才有这么详细的资料 而且助理为了要自保 这个有影印资料的 也有录音的 那这些资料呢 那之前本来是林哥人要报 那后来受到这个朱立伦 是林郑哲的压力 所以林哥人他停下来了 他没有报 那可是林冠年呢 前两天他也去报了 他也到这个调查局 有去报了 那这些资料呢 都是完全来自于 这个高宏安的内部 这些助理所提供的资料 他们办公室里面的事嘛 对啊 所以才有所谓 他们才会知道说 所有的薪资 劳健保 那有所谓的内账跟外账 还有这个阴角款是多少 然后这阴角款是怎么用的 有加班费 福报的加班费 还有这个低薪高报的这些钱 所以这些东西 都跟国家机器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柯文哲身为民众党党主席 他当然可以为他的这一个 这高宏安做辩解 但是做辩解最好的方式是 要求高宏安把所有的资料 把它成立出来 就是说对你有利的证据 你要跟大家讲 你如果高宏安认为说 这些东西都是污蔑 这些东西都是不实的 或者说怎么好可怕 怎么大家有这些资料 可是你都没有去否认说 这些资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只会很害怕说 大家怎么有我这份资料 那这份资料你如果觉得说 大家是对你有污蔑的话 那你就把他这些资料 就全部把它攻列出来 就是说你说有这个内账跟外账 他说没有 或者说这个有阴角的攻击金 他也说没有 你把这些东西讲得很清楚 可是到目前为止 完全没有听到高宏安 有提供这些资料 就是说柯文哲 他当然现在 他咬死了到选前 他都没办法承认 一旦承认之后 民众党会倒 说什么之前 这个一师五命 就是说这个有可能 高宏安的资料 会让所有民众党的立委 我老实讲 高宏安这样子做的话 民众党的其他立委 都有非常高的可能性 也是这样子做 所以说那时候讲说 一师五命 那是高宏安会害到 这个其他的这个立委 甚至呢 如果一旦承认 整个民众党 我认为会瓦解 因为这个民众党 他现在所掌握到的 这些选票 大部分来讲 就是年轻人 那年轻人可能觉得说 这个蓝的不好 绿的不好 所以要投民众党 结果发现说 民众党比蓝绿更烂 那这些人的话 当然就不会去投民众党 所以民众党 在台北市 这个黄珊珊 或是这个 其他县市的议员的选情 桃园有赖湘林吗 桃园大概已经 本来就不会受到影响 本来就够低了 他们的县市议员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黄珊珊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到目前为止 看这个 柯文哲还在瞎挺 那其实我们也要跟 这个高宏安的 这个前助理讲 你必须到现在为止 如果你要自保 你要保护自己的话 你就是去跟检调 把它讲清楚 虽然现在是这个他治案 那他治案 转成政治案 老实讲 其实是很快 那所以只要有掌握 足够的证据的话 这个很可能在选后 都有可能随时会起诉的 那我是认为说 这些高宏安的助理要自保 我们举这个 以前前高雄市议员 有个叫陈翠鸾的 他的也是一样 福报这个薪水 然后助理的薪水 低薪高报 然后这个检调 把这个以前的助理 抓去问了 然后问了之后 那有些助理 就是做伪证 还说这个说法 就跟之前的这个说法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是自愿的 自愿缴回这些助理费的 结果呢 都被检察官用这个违证罪来起诉 那所以我也呼吁 这个高宏安的前助理们 要自保 这个你不用 你已经被苛刻这么多的薪水了 你在那边上班也过得不愉快 没有必要为高宏安说话 你就是把你手边有的证据 完全就交出来 这样子对自己来讲 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 那我们也认为说 高宏安这个最后九天 我知道你还在撑 但是新竹市的市民 真的要呼吁 你们手中的这张选票 真的很重要 你这张选票投下去 它现在都是用司法 司法当然有司法的标准 但是你选市长 要对自己的标准 要有更高 这个道德标准 但是到目前为止 高宏安的这个道德标准 选市长的道德标准 老实讲应该很高 所以他把自己的标准 放到这么低 我希望新竹市的市民 要好好的去做判断 下个礼拜六 马上就要投票了 可是文琦 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 好多的网友 在评论这件事 就在开玩笑 说如果真的司法问题缠身 不知道高宏安的下一站 到底是封城还是土城 已经网路上 有很多这样子的玩笑话 或是梗图 都已经出来了 好那上次沈慧弘 他是高宏安的对手 他也说新竹市 有史以来 不曾有这样子选举期间 有候选人 因为涉滩被列成被告的 这对新竹市的选民来讲 算是一个蛮大的冲击吧 我想不管是转为 真之案他之案 最重要我们就是要一个真相 所以当然我认同 刚才朗东跟昆诚讲的 就是这要有一个 水落石出的一天 但是我要讲说 基本上高宏安在讲说 不管是在正常的司法过程当中 基本上他没有说错 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原则采取 无罪推定原则 所以他基本上这样为他自己讲话 我觉得交给司法判断 是没有错的 但是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王定宇讲的不错 没想到一个高宏安 把这件事情危机 似乎就是越搞越大 所以这个是高宏安的团队 应该要去思考的 所以我们又回到一个历史的原点 也就是说诚实为上策 你就说清楚讲明白 就像上一次我们在讲 这个案子千万不要变成类韩国瑜 变成一个娱乐梗 或是类似宋楚瑜的长辈说 因此李中廷到底应不应该出来 我跟大家报告就两个解读 第一个李中廷如果出来的话 除非他的心理素质很好 抗压性很强 他能够在高宏安第一次面对 譬如是论文案 知测会案的时候 他引经据典 又把新兴纳提大学的资料拿出来 他如果可以说到这样的程度 或许他出来曾经很好 但是一般人的 他不是政治人物 如果他心理素质不好 他有可能言多必失 越来越多的一个漏洞 所以我觉得李中廷出不出来 当然我们尊重高宏安 所以我还是讲 诚实为上策 李中廷应该要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 来看柯文哲的一番感叹 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对性的比较 当然如果你说这个案子 到底办得快还慢 朗东刚来的评论 我觉得这是见仁见智 相对于林秉书的案子 大家就可以想到了 所以我希望高委员 最后在面对这个案子 除了诚实为上策以外 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千万不要变成成明通讲的 你这高委员不回答高经理的问题 他就是好好的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我说过了 台湾人没有欠蓝绿 不要垃圾不分颜色 如果高宏安的团队 新政治新文化 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样 可以唾弃他 所以这个案子最终检验点 就是他应该要说清楚 讲明白 他都要文齐毛说到 这柯文哲的态度 也是让人觉得 也是蛮奇妙的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蔡壁如 这个撤销学位的时候 很快就可以处理掉 马上立委就辞掉了 可是面对高宏安 现在这样子的事情 柯市长的态度 是挺到底的 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来请召红鹿委员 柯文哲才刚下车 就被媒体团团包围 追问民众党内 到底有没有源头助理 把问题推给立院党团 但民进党立委 何志伟再爆料 高宏安的前助理 也是现任男友李中庭 早在事情爆发后 就出国避风头 就在他公款争议一爆发 他就买机票了 我想买机票 对于选票完全没有帮助 唱一首歌给民众党听 不知道不明了 不想要为什么 何志伟说这是未被前逃吗 何志伟怎么会知道 他是他利用立委的职权 去查出入境的资料 是不是 不然他怎么知道 叫何志伟出来说明 他怎么会知道的 李先生人路是在国内的 我前几天还有看到他 希望假消息可以到此为止 不仅被柯文哲质疑 利用职权查阅出入境资料 高环办公室更直接否认 逼得何志伟下午再度出面说明 我的查证的验证 说他有出国 那有没有出国 请Jack直接现身说明吧 你的护照 或者你的电子的这个手机里面 都会有档案啊 检察官在指挥了 那我们移民署 会根据检察官 他指挥的进度动作 我们全力配合 李仲廷到底在哪 检掉移民署 已经介入调查 选战倒数九天 民众党争议不断 选情紧张 李仲廷到底人在哪里 需不需要出面来说清楚 这个部分等一下冠婷来帮我们补充 不过先讲到委员的这个部分 要请红鹿委员来看啦 因为讲到委员 蔡碧如也是民众党的立委啊 白白都是现在不分区的立委啦 蔡碧如当时遇到这论文的问题 被判抄袭 秒辞职耶 我们还记得拿到贵登纲 马雄民众党就很明快的就处置了 但是问题是高宏安这条 应该是比蔡碧如的论文更大条 但是柯文哲的选择的方式 是力挺到底哦 而且还说觉得很对不起高宏安耶 委员 我觉得情况不一样啦 第一个 这一个论文的风波啊 你看之前民众党 所有人在打别人论文的时候 是打得多用力啊 闭得很大声 对啊 打得多用力啊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现在这一个事情 这个助理费的事情 他说人家是抹黑啦 是国家机器 我觉得是两个完全不一样 你看当时他打人家 打得那么大力的情况之下 蔡碧如发生了这种情况 他如果不辞职 我跟你讲 这一个问题会烧到民众党 一直烧一直烧 那会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整个民众党议员 高宏安 甚至台北市等等的选情 这会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蔡碧如跟高宏安不一样 蔡碧如就算没有当立委 你觉得民众党党团 会不会受蔡碧如指挥 我认为还是会嘛 蔡碧如不需要去占一个立委的缺嘛 他大家都知道他跟柯文哲的关系 所以他讲话还是一言九鼎 还非常有分量的嘛 我相信不管现在这个民众党党团 五个立委在那边 如果蔡碧如跟他们讲要做什么做什么 我相信每个人也都是会把他意见认为 哇这蔡碧如你说的 我要来赶快来处理 所以蔡碧如根本不需要这个立委的位置 去发挥他在民众党之中的影响力 所以那时候如果让他持 对民众党是可以明哲保身 可以画一个防火墙 那这样做非常合理啊 不然会烧到高宏安的选情 不只烧到高宏安 会烧到整个民众党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你当初怎么骂人家的 人家这个回馈力就会有多大 所以蔡碧如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的位置 可以摆在其他的位置来发挥他的影响力 他不一定要立委 所以OK啊 你赶快辞职啊 快处理掉了 你占一个立委的名字 跟那些对民众党来讲没有用啊 你后面逼捕上来的人 因为要知道蔡碧如他不是区域立委 他辞职根本不需要补选嘛 而且民众党的立委都是不分区的 后面补上来 一样啊 助理也是那么多啊 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就没有差 所以当初我认为这个处理 我也不认为是错的 我认为是对的 但现在高宏安 柯文哲为什么要立庭 哎呦 他跟蔡碧如不一样了 高宏安现在是市长的候选人 可以换人吗 不可能换了嘛 成倍刚啊 对啊 完全不可能换了嘛 而且他有没有赢的这一个机会 他看起来好像有啊 之前民调的蛮高的啊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柯文哲不立庭的话 我跟你讲 如果高宏安现在持立委 我跟你讲 这个骨盘效应啊 会比蔡碧如持立委更大 表示你自己知道了 你有什么错了 你有怎么样了 这个骨盘效应 是不止新竹选不上而已 整个民众党的这一个气势 这个什么 完全在全国来讲 会马上就像那骨牌全部倒 所以柯文哲一定要力挺他 为什么 搞不好我这样力挺 新竹还有可能选上的机会啊 我跟你赌一下 搏一下啊 搞不好新竹还可以选上啊 你选上之后 你所有的官司什么时候 再来说嘛 用不着现在嘛 但如果他现在就不挺高宏安的话 我认为就会像我说的 骨牌效应一面倒 这对整个民众党来讲 是非常大的事情 包括他的议员什么的 全部都倒 因为你就等于你承认了 你这些事情了 那你有没有看到 高宏安一直在讲 现在只是侦察中啊 又不代表有罪 这还没有定罪 他只说又没有定罪哦 他没有说我绝对无罪 这绝对是抹黑 这绝对是迫害什么 他不是这样子讲哦 他是讲说 这还没判决 当然啊 这等到判决要多久 对不对 这当然是这样嘛 所以我认为 整个民众党还是在 想要力挺高宏安 如果有机会选上的话 这个以后的事情再来处理 而且可以稳住 但我个人认为 高宏安都已经这样了 我不认为他选得上 我就选上的机会很小了 为什么呢 我认为高宏安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在哪里 不是什么他男朋友 什么那些事情 是他的助理 把他所有的这些 这些戏目什么 全部都拿出来了 这些连那个报导 都写得这么清楚了 然后呢 你把钱 就是由你自己私用嘛 然后你的那个薪水 以低报高 然后把钱拿到自己来用 我跟你讲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我认为 从以前所有的判例来看 这个躲都躲不过 完全都躲不过了 所以高宏安他现在 他面临的最大问题 应该就是他助理费的这个问题 而且以高宏安他的个性来讲 他就是我有什么 我一定跟你变到底的人 那为什么这一次你不敢变 说不清楚啊 为什么 你看从他以前到现在 所有的事情 只要人家有说他 他一定强力的反击 是 这一次态度不一样 态度不一样 我认为就是他有点虚的啦 有点虚的 有点虚的情况 他为什么要一直挺住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在想 他如果这样子挺住 如果不小心 他又选上新竹市长 他觉得用新竹市长这个身份 他官司还可以拖很久 他如果现在就放弃了 他什么都没有 那是他自己打的算盘 对他个人来讲 不过我认为啦 这一些助理费的这一些戏目啊 我不认为就到此结束 一定会再一直出来 所以我认为 他要选上的机会非常小 因为感觉上 前助理掌握的资料 应该是还蛮多的 刚才大欧讲到 高宏安面对很多的争议 都讲不太清楚 甚至连男朋友李中庭 到底现在人 有没有在台湾 或是说真的在国外 连这一句都没有办法 答得非常的清楚 今天看起来高宏安也是含糊带过 因为最先是民进党的立委 何志伟爆料 这个何志伟爆料说 他已经问过三次了 高宏安男朋友出国 两个礼拜了先背出去了 当然引发了很多人讨论说 这是不是畏罪潜逃等等的 那高宏安立刻派发言人出来驳斥 他说没有哦 李先生的人目前还是在国内 这位发言人说 前几天还有看到他 希望假消息可以到此为止 这个何志伟的爆料被讲成是假消息 他当然也是不服气 他说那你都没有出国 请Jack直接现身说明 不然你护照 手机里面都会有记录 都会有档案 那当然今天高宏安也同样被媒体问到 同一个问题 高宏安他说没有 这个发言人昨天讲过了 所以连这一句都没有办法 这样子就是很直白的告诉观众朋友的话 那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这当中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毛逆呢 来冠廷 那我想他在不在 有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些问题 这是对他的选情是有一点伤害的 首先就是说危机处理 剩下九天八天 那如果不出来讲清楚 那就是直接会烧到高宏安委员 对到底有没有在台湾 这一题有很难吗 这一点都不刁难吧 冠廷 有或没有嘛 对啊 那这很明显 那何委员他已经直接去在立法院公开开记者会 然后说他有所本 然后想到说这一个他的助理 也是他的男友现在不在台湾 那他的发言人说 目前是在国内的 我不知道是透过视讯表示说在国内 还是他人真的在国内 那不管如何 我认为现在他面临的是 接下来他马上要面临的选战问题 那不仅仅是国民党民进党 其实其实许多的在野党都在质疑这样子的问题 那他必须要很清楚的去理解说 如果不做止损的话 那一定会延烧到他自己的选情 那第二点 这是进入司法程序没有错 那但是你必须很清楚的知道 民众党是以这个 他们是清新的政党 他们要跟兰律做出区隔 所以不断的这样子 在把自己的高道德水准 拉到一个史无前例的 不断的垫高 可是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会不断的重复说 这个我的发言人已经讲过了 A讲过了 B讲过 C讲过 但是就没有从他的口中 直接去做回应 那我想这就是面临危机的时候 一个最明显的态度 那如果未来当上市长的话 那你怎么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你可能会面临天灾的问题 你可能会面临这个各种人事的问题 那你遇到记者媒体的询问的时候 难道你都要用例如 用这样子的方式 以上对下的方式去回应吗 这是民主社会 你作为政治人物 你必须有责任 快速的去回应 不可以一直在讲说 我已经回复了 请发言人回复 那这样为什么要请你当市长 所以我们不讨论法律的问题 因为我不是法官 赵涛刚刚也不是法官 那当然高宏安自己也不是法官 对 招有司法去认定了 对 招有司法去认定 但我们现在 所有民众在观察的是什么 你面对危机的时候 你怎么去处理 你面对挑战的时候 你怎么去面对 你选择不面对 你选择逃避的话 那未来 现在我讲句白点的 气候变迁 极端气候等等 你作为一个市长 你可能就要快速的去面对 各种自然灾害人事的挑战 你都没有去 不敢站出来 甚至连你的助理 都不敢站出来 听你说话 刚才这个 前主委有谈到说 在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高价位委员 遇到挑战的时候 尽管遇到这样的家伙 他第一个时间就是站出来 那同样的 你第一个时间 不但没有站出来 而是飞出去 这不太对 那我想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 你在或不在 对不对 你站出来 替你的这个老板 或者是怎么样 讲几句话 发个声明也好 发个声明 对 难道说你的人和 没有办法去处理 一个办公室的问题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捷克你太神奇 对 他的英文名字就是Jack 而且讲句白点 这个 他会说我们的助理 我最近有看这个新闻 其实都有很多播报说 现在助理都会替他讲好话 但是都不敢露脸 但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 当你的前助理们每一个都跟你 类似这种恩断义绝的方式 不断的把料爆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在治理办公室的部分 也有一点点危机 那人家说一事之不自和 以天下国家为 你如果无法处理 新竹市政府是八千多位员工的 如果你现在立委办公室 都处理不好的话 是省辖市 而且是重要的这一个 比如说矽金 金元都市 那你变成 你不停是要处理一个市而已 你等于是一个产业的中心 那如果你连你的办公室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快速的去解决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担心 那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交给发言人去讲呢 对不对 是啊 发言人会比高红安 更了解男朋友的事情吗 对啊 这是不是也让人家觉得 蛮匪夷所思的 通常啦 遇到危机的时候 第一时间 你就要站出来 把这个真点以一点 然后把答案一一列出来 是 那或许可以止损 通常三天不 三天如果没有办法止损的话 它就延绍到七天 对 然后接下来就十四天 然后到接下来就不会 就不会结束了 那接下来的九天 或者是八天 看我们今天怎么去算 是 如果还是在围绕在这个议题的话 那我觉得刚才这个 国民党的前处有提到 韩国语的那种状况 就是说已经把最高点 已经达到了之后 就是不断的往下坠 那接下来就可能就是由 我们的这个省市长候选人 来去做话题的主导权 那对他们当然是不利 所以我还是奉劝高额员 他自己本人 或者是他的助理 他的男友助理 可以直接站出来面对问题 把这个问题一一的向全国民众 像新竹市民说明就可以了 是 这个连李中庭到底现在人在哪里 是不是在台湾还是在国外 高宏安都含糊带过 像这样子的争议火烧连环传的感觉 尤其过去自己人 过去民众党的自己人的林冠年 接连不断的爆料 说高宏安的这个前助理们 现在压力都很大 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黑白两道都在找他们 真的有发生这样 这么棘手的状况吗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麻烦朗东来帮我们补充 律师陪同下民众党立委们 到台北地监署暗铃控告 要告的是在争论节目上爆料 民众党五位立委捐人头助理 给党团使用的高宏安前助理 A先生诽谤 这个躲在遮修部后面影射的爆料 你的这个真实的姓名 你是哪一位助理 请你公开 不是捐一个人 就是我们本来就有一个人 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立委跟党团三党之间 工作有冲叠 所以幕僚的工作冲叠 其实这有什么好意外的 我们绝对没有人头 我们也没有用助理的方式 去分担所谓的这个责任额 等等这些 民众党立委虽然强调合法 但不否认每位党籍立委办公室 确实都聘用一名助理 负责委员会和联系党团 前民众党核心幕僚张艺善透露 最初党主席柯文哲坚持 每位立委得捐两个助理 一个给党团 一个给党部 幕僚担心违法 劝说下 改派一名助理到党团 捐给党部的名额 以每年六十万元的 募款责任而取代 这个对外的说法合法 对外的说法可以接受 我说所有的问题的根源 不在这个制度 不在这些立委 而在这些高文安的内障里面 为什么记了一个助理是零 所以才要说 为什么要告高文安 当然张先生他比较久远 我必须直说 他比较久远 在当时在这个创党成立的时候 其实是有谈这些东西 但是并没有 是这样子按照他那个想法去做 如果三年前的事情 叫年代太久远 那民众党的堕落也太快了 昔日站有隔空对杠的还有他 前新竹县党部执行长林冠年 帮垂涉者到北检递送检举资料 透露前助理们压力大 因为黑白两道都在找他们 高委员有找前后任助理 去帮他拍影片 那影片的内容 也不竟然是让助理们说实话 而是有一个脚本去说 那这个是助理们没办法接受的 高宏安办公室里面就是 有人前几天就已经放话出来 就是放话给这些前助理们说 你们要是被赐高宏安的话 将来你们就被贴上标签 就是说你们会背叛老板 从前证友到网红 一日数报 紧咬高宏安诈领助理费 战场越开越大 选前恐怕难以落幕 不管是前助理 还是民众党的前核心幕僚张艺善 一直到这位林冠年 这过去都是民众党的人 都是战友 但是现在一个一个跳出来爆料 我先请教朗东 因为林冠年的这个爆料 这事态很重大 他说他呼吁检调 尽快要调查 因为现在助理们压力都好大 听来说啦 这个黑白两道都在找他们 好那他这个他 应该指的就是高宏安 他说高宏安有找十几个助理 拍澄清的影片 可是大家也会怕变成替罪羔羊 那他目前知道的是 只有一个助理帮他拍 到底有没有找助理出来澄清影片 或是有没有黑白两道 在找这些助理呢 朗东怎么看啊 对啊 说到黑道这事情就想到说 原本林跟人是发出第一枪 而且把非常多助理的 这些提供资料公布出来 然后大家都很震撼嘛 那林跟人为什么修兵呢 大家仔细想想 是新竹市议长许修睿提议说 不要再去打高宏安了 那许修睿他过去叫许炳化 然后呢曾经是呢 这个四海帮的这个海风堂 这个堂主 而且呢有因为涉入废土的 这个案件里面 然后所以说呢被判刑 然后后来他才去改名嘛 那所以就发现的是说 那你讲到这个黑道 你是不是就在讲许议长啊 这个许议长也必须出来解释清楚 因为是说是他提议 林跟人要修兵 那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奇怪 原本林跟人 因为他把这个高宏安的 不公不义揭露之后 其实他的身世是看涨的 甚至有些中间游离选票 反而觉得这个地方型的 国民党真正人物 跟传统的国民党不太一样 很敢讲哦 结果他说回去的 之后的一个关键 竟然又是一个 有黑道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议长 那所以就会发现是说 这个所谓的黑道 也都在找这些助理 我觉得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确实这些助理会有一定的压力 那白道的压力 从这个市场猫那边掌握的资讯是说 确实已经有一些录音档 是高宏安有派人 去跟这个 这些钱助你们去联系 那用语当中 当然有暗示说 如果你这个资料都透露出来的话 可能会对这些助理后续求职 会有一些影响 这个相信就是所谓的白道部分的说法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这些录音档肯定有高机率 在礼拜天晚上或是礼拜一的时候会出来 因为如果是说就从这个选举 或者是从这个舆论的角度来说的话 因为周末快到了 你现在出来的话 大家周末在休息 那到礼拜一的时候 大家才会认真的再去关注一下选前 最后的这个五天 所以如果有录音档的话 这个效益最大应该会是在 这个礼拜一的这个时候 但是我必须讲 这整件事情其实跟绿营 根本就没有关系 我所听到的就是所有这些资料 因为这些前住民们 他们跟绿营的距离都是比较远的 他们一开始都是讨厌蓝绿 所以去帮高宏安 其实我发现说高宏安是个可怕的灌老板 迟到要罚钱 没洗杯子要罚钱 把加班费 还有都科扣 然后拿去做公积金 他自己拿去花用等等 那所以说助理就一个个都离职 11个月的话离职了17个助理 那就影响到说 流动率很高 那这两三年下来 听说将近30个助理 就是来来去去的 所以这些吹哨者联盟 还要分成好几个梯次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不认识 他们来来去去 他们要不一起联系 还不是很容易 因为这个他们有分太多梯了 可能要串联起来的话 确实是需要花一番功夫 那他们原本可能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大部分的人 他不是读法律的 或者是居然读法律的 也不知道说 所谓的诈领助理费 在过去司法实务上面 有被判刑七年的 十年的都有 而且他同时涉及到 卫证罪 使公务员都乃不实 以及贪污之罪条例 这是多重的犯罪 而且你去查一下 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就知道 像是高雄市的 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前议员 这个陈翠鸾 他也是交那些助理 就每个人叫做卫证 说之后 都是志愿捐的 跟刚刚刚的说法一模一样 那陈翠鸾自己本身 就被判刑十年了 相当重 那这个在司法实务上面是有的 那所以那些助理 搞懂这个利害关系之后 我想他们就算是 可能有黑白两道的这个压力 可是这两道的这个压力 再怎么大的话 自己的这个清白 自己不要入狱 才是最重要的 那要避免入狱的一个方法 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警方的这个去自首 然后或者是呢 对于这个案情 是有帮助的 去揭发高雄山的 这样的一个犯罪 所以我想说 进展到这边的话 助理们他稍微 利益弊权衡一下是说 一边是高雄山 或是所谓的黑白两道的压力 另一边 是你可能直接的 就是被法院的这个公事公办 然后去坐牢 那是人都是会去想 那是说 那当然的话 这不坐牢 以不坐牢为前提 所以他们现在 当然就是很小心 那当然他们的 这个所谓的权益 也必须被保护 就是吹哨者保护的部分 那最讽刺的是 过去要保护吹哨者的 高雄山自己有提案 他有提法案 2021年的时候提案 结果这件事情在他这个脸书上面 大家把这文章挖出来之后 非常的这个讽刺 你过去整个民众党 包含高雄山 说要保障吹哨者权益 结果吹哨者真的出来 就在高雄山办公室里面 就出来 就反映说 我要告吹哨者 或者是说 你这个人是谁 你给我站出来 努力要去做各自的人肉搜索 然后试图要把人家挖出来 给人家施压等等 所以这个民众党就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一个双标党 他这种这个恶言恶行 我想到了下个礼拜之后 当更多的这些资讯 浮出来了之后的话 相信对于新竹市民 会做出理智的判断 现在是不是吹哨者都人人自为 昆程议员听你说 这样子真的压力很大 因为四叉猫 应该是有听过这个录音档的 他这个应该是昨天有发脸书 他说他听完了这几天 政论节目在讲了这个录音档了 底下有人留言说 录音档来宾有没有恐吓助理呢 他回了一个字 有 好那根据四叉猫他的说法 他说内容大概是 内部某一个主管跟助理说 如果呢你把这个事情闹大 以后可能会官司缠身 或是助理不能背叛前老板 否则你以后在立法院 会很难找工作 没有人敢用你 好当然因为我们目前都没有听过 包括我在内 我没有听过录音档 我也不晓得这个语气口吻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按照四叉猫所转述的 如果这诊断都是真实的 这助理听到不会有压力吗 议员怎么看 我希望高皇安他们不要一错再错 之前这个错的部分 这个助理为了自保 都有这个相关证据都保留下来 现在又多了这个录音档 那这个录音档 我觉得我跟朗东的想法是一样的 大概下个礼拜就会爆出来了 四叉猫有听过 他有听过其他人应该也都有听过 这表示真的有那个东西 对有这个东西 那有这个东西他听过之后 他认为他觉得说 有这个恐吓这个助理的意味在 那当然这个就注意来讲 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跟检调讲清楚 就是说包含 要为了自己想 对啊为了自己想 不是说什么以后这个离 这个什么在立法院 没有人敢用你 说因为你这个背叛老板 你自己都要被抓去关了 还在想说你这个在立法院 有没有这个人会用你 所以说这些助理真的是要自保 自保最好的方式 就是到检调那边去讲清楚 而且你要越早去越好 你如果这个晚去的话 那之前的都已经把这个 相关的重要的讯息 跟检调讲之后 那后来你再去讲 那检调认为说 你讲这个东西 前面的人都讲过了 对于案情突破没有发展 你想转污点证人 搞不好都转不过去 所以越快去跟检调讲越好 那至于说你如果也有这一个 录音档的话 那也麻烦也提供给这个检调 就是说让这个检调单位知道说 那这个除了这个资料之外 还有这个录音档 那这个录音档 其实就是要串供 他就是要求这个 这些前助理们 这个说法要一致 那不要去伤害到这个高宏安 那就是要串供 串供千万不可 这也是会出事情的 那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只是包不住火的 那这些助理如果认为说这个高宏安 这个瞧不起这些助理们 然后又用一切的手段 不管是黑道是白道 要来恐吓这些助理们 最好的治保方式 真的就赶快去跟检调 把它讲清楚 这才是治保最好的方式 那其实刚刚朗东有提到 这真的民众党就是双标党 在去年一月的时候 所以高宏安还有这个民众党的立委 才提出了这个揭闭者 就是我们讲的吹哨者保护法案 哇 垮垮而谈 就是说我们要保护这些吹哨者 那结果现在发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你看这些民众党的立委就说 这些人是谁 这个A是谁 B是谁 要把你找出来 这个匿名人要追出来 这不是马上打脸就是说 你们不是要保护吹哨者吗 怎么现在一有这个匿名的吹哨者 提供资料给检调了 就说这个是谁 要把他抓出来 一年变化这么大 就表示说 他们堕落了速度之快 真的是 这个不到三年的时间 那所以说现在 不管说他们现在在提到说 这个立院党团的助理 跟这一个立委 这个办公室的助理 有混用的情况 这当然 这有没有违法 这个或许有个模糊地带 但是至少落实的 这个是国库 通党库 就是说寄生国会 民众党在寄生国会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查说 为什么有这个 高宏案的这个里面 有一个助理 薪资是零 助理薪资是零 这个就是很奇妙了 是说这个 因为他刚好是五万块 这五万块是 你这个领了之后 高宏案把它上缴成说 他每一年要缴60万 给这一个民众党的扣打 那就有问题了 就表示你公款失用 所以说这个助理 他没有领到钱 这五万块一年60万 刚好上缴给民众党 这个就有很大很大问题 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子 你是说这个 我虽然有请了一个助理 但是这个助理 我没有让他领钱 但是我用这个五万块 再去请另外一个助理 给民众党的这个党团用 或是民众党的这个党部 来使用的话 这也是有问题 因为你这个还是没有 把这个公款公用 一样是公款使用 所以这点到目前为止 高宏案也都没有讲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所质疑的 其实高宏案 你如果说要把这个东西 在选前马上就停损 做个直火的话 赶快把你这些资料 就把它公布出来 就说没有这些事情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只能说 第一个你危机处理能力 真的很差 第二个你一直在逼 你的这个前助理们 提供更多的资料给检掉 因为你一直在压榨他们 或是你一直在恐吓他们的话 我相信这个录音档 出现的时间 这个就在不远 而就会在选前 那对高宏案来讲 我觉得是你这个市场选举 可能是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真的录音档曝光的话 那那个杀伤力应该是非常强的 那其实当然刚才昆成议员有讲到 现在被质疑的不只是高宏案一个人 现在应该是说是白色风暴 整个民众党的这个立委 都应该出来讲清楚 不过我们也必须很负责任的 跟观众朋友来报告一下 当然我们也希望节目多元的呈现 我们其实制作单位都是有邀请民众党的立委 如果他们愿意或是时间上安排可以的话 也非常欢迎民众党立委来上节目 不过到目前为止 因为民众党立委最近都吃不饭 所以我们没有约到合适的时间 也要特别跟观众朋友来报告 那讲到说现在呢 漫天的这些质疑 高宏安说 我这个政治生涯这么可怕 这么可怕 会不会是马英九举手 马英九握手害的 是不是马总统呢 这个是不是这个死亡之握 拖累了后面的这些事 高宏安昨天这一席 消遣死亡之握的话 让国民党的人是气炸了 我们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 国中的时候 就是有得到那个市长奖 我还跟马英九颁奖 当时有握的死亡之握 所以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 影响到现在的政治生涯 这么的可怕 高宏安上网红馆长节目 却拿前总统马英九的 死亡之握开玩笑 让蓝银炸锅 死亡之握是流传很久 语而传了的假信息 不值得评论 这样的发言 极度不恰当 也不合适 假设昨天是 有开玩笑的性质 我奉献他 今天要道歉 连立院党团总召 曾命中都要高宏安道歉 网友更大骂 要蓝的票又要酸 真的是嫌票太多 猖狂自大 我觉得对于 支持马英九总统的 很多的新竹市市民 或许他们心中 我觉得对高委员会 有一点减分 在业界甚至于到立法院 可以有这么快速的突出 我相信其实 跟马英九总统握手 其实对他这相关的道路 应该有很大的鼓舞才对 你不觉得马英九的沃尔 已经改变了他人生的道路了吗 昨天晚上因为要自嘲的关系 所以讲了一个不得体的冷笑话 我昨天晚上其实也自我回去关心 我在这里也是 对于马英九总统 还有他的支持者 我感到向他抱歉 对 那我也会再亲自再致意 高宏安过了一晚立刻道歉 或许也是担心 让国民党选民投不下去 选战最后关头 这些关键选票可得罪不起 来 这个死亡之握 先请教一下红鹿委员 今天高宏安非常火速的道歉 曾没这么说的 今天就会失礼 那他昨天本来可能想说 给他开一下 本来想要幽默一下 就没有想到惹到大批的 蓝颖的民众 这个他昨天说 国中因为这个马英九颁奖给他 所以握到了死亡之握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政治生涯才会变成这么可怕 那他今天火速的道歉 高宏安说 其实现在想想 当年从马前总统手上 收到市长讲的那一刻 也是蛮光荣的事情 昨天因为要自嘲 所以讲了不得体的冷笑话 回去之后他也有反省 没有要冒犯马前总统的意思 相当的抱歉 今天迅速道歉止血了 怎么看这个死亡之握呢 委员 昨天在直播的那一个高宏安 才是真正的高宏安 今天道歉的高宏安 不是原来的高宏安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首先我要先 在说这个之前 我要先替马英九前总统抱不平 我跟你讲 他如果真的有死亡之握 习近平人家第三任了 2015年11月7号不是马席会 全世界都在看 他那个握多久 要给所有的全世界的媒体拍照握多久 那习近平还不是第三任 所以高宏安 你要讲这个之前 你的判断有错 对不对 你如果有想到人家习近平 又继续连任第三任 你就不会说死亡之握了 所以你要当市长的人 你连这个判断力都没有 还要去亏人家 真的 全世界都可以知道 马席会握了多久 你还说人家要死亡之握 不应该这样讲 这一个 另外一个 昨天那个高宏安 是原来的高宏安 他讲了一堆 我觉得重点 他还是要先 批评 先夸他自己 他国中的时候 得了市长奖 哇 品学兼优 才能够得到市长奖 那是不简单的 你要得市长奖的人 有那么简单吗 他先是 其实他要释放的讯息是 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 他拿到了市长奖 这个是他内心的高宏安 他要让大家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品学兼优的 然后才来托马英九的死亡之握 然后来讲他后面的政治生涯 来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 我认为纯粹 他就是要消费马英九 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而且他那时候 太得意忘形了 他没有想到说 如果这样一讲 很多蓝营的支持者 马上会反弹 是啊 所以你要当一个市长的人 你连这一点政治判断都没有 马英九是多少国民党的人的偶像啊 对 而且你要拿人家的票 你还这样子亏别人的前任的主席 前任的总统 偶像你买人 这样卫又同买 对 所以我说那个 昨天晚上直播的高宏安 才是真正的内心里面的高宏安 他只要得到他有利的位置 我跟你讲 他也不管你是谁了 反正是我最优秀的 我最厉害的 谁我都不怕 这才是真正的高宏安 那今天道歉的高宏安 他发现问题大了 很多国民党的人开始反弹了 是啊 他在新竹 他拿了也很多是国民党的票 不然林庚仁不会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昨天只有 有其他人跟他讲 这个问题很严重 如果你不道歉的话 我跟你讲 反而让林庚仁 有一个在地方上去大声说的 一个理由 然后去大声说 你支持高宏安没有用嘛 他到时候也不会支持这个 蓝营的人 我跟你讲 这个林庚仁大肆宣传 离选举还有七八天 我认为是会有很大的效应的 我认为他今天的道歉 是为了什么道歉 为了他的选情道歉 而不是为了说 我真的想要来道歉 我觉得不是 如果一个人 可以真的是会反省自己 我跟你讲 我认为不会出这么多的事情 那如果他是一个 所以跟大家很好的 我不认为他的前同事 他的前助理 会这样子把这些 他的助理费等等的东西拿出来 我跟你讲 这个如果不是他们办公室人拿出来 谁能够有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搜集那么齐全耶 而且不止他的助理哦 你看连什么祖北的那个什么 林冠年什么的 大家一起打哦 他如果跟高宏安没有什么仇恨 为什么要跟着一起打 他又不是他的助理 也不是什么 也离他那么远 为什么要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啦 一个要当市长的人 我真的除了你要可以判断是非 要面面俱到之外 一个人的道德品性很重要 要当市长的人 我认为真的道德品性 比你的能力还高过一些 我跟你讲 你如果能力很好 但你的品性不好 就像郭台铭董事长讲的 这个魔鬼就出在细节里 你因为有能力 你反而会去搞出一些 有的没有的东西 但如果你是道德品德够的人 你就算能力差 你努力去做 你方向不会偏 你还是往前走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争议上来看 就知道就是说 这个高宏安 你要选新竹市长 我认为你还是没有准备好 你应该再多多的准备 高宏安 今天的会计算是不是真心的 这个先请教一下蓝颖的文琪 这边怎么看 昨天高宏安这样 哪共哪求 他就是 他意思是觉得说 这可能网路上的梗 想要幽默一下 可是没有想到 国民党的反应 可能也让他吓到了 我想就是我们常讲 他最近笑发糟情 因为这个单人就典型的 比较低级的错误 就肉麻当有趣 但是我觉得他也 比较笨 不然像陈时中讲的 难道我不能说错吗 就校正回归一下就好了 错了就错了 各况他确实今天 有道错 有道歉 所以我说 基本上年轻人 经验不足 所以继续要训练 但回过头来 看到这些事情 我觉得突然要讲 基本上你看到说 这些资料 确实只有他内部 就像鸿路讲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说 他的人和问题 他要去克服 所以你现在看到 他所有的动作 我坦白讲 他即便是实行 所谓的肩默犬都很正常 所以接下来就看 减掉真正的功力 因为你不要低 看这些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 包含冠婷 我的意思说 内卷 我不想认真 这些年轻人 老子都不老子 没有那么容易摆平 所以我觉得 林冠年讲的 跟四叉猫讲 现在就一个重点 林冠年讲的 黑白两多 只要以后 不要变成黑人 小多 我的意思说 就重要 而且既然 我们四叉猫 已经有录音带了 他要发挥年轻人的 道德勇气 秉着跟林冠年的 这种书面的资料 跟他的录音带 他就直接提供 不要一直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就让他 天下大乱 形势一片大 真的是垃圾 你就把他清出去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不管是四叉猫 林冠年 我觉得我们不欠任何人 你们就把你们手头 这资料 就直接丢给剪掉 这样可以让真相 早一点水落石出 不是更大坏的原因 所以我说高宏安 自己要去思考 为什么最近 从我刚才一开始讲 一开始他其实的 危机处理是OK的 后面为什么会召奸 真的他要 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个争议 是要刻自己 说好清楚 不是把马总统 给拉下水 朗东这边怎么看 人家林庚人 还有这个蓝营 不管是上智主席 或者是其他议员 大家对这个高宏安 已经是轻轻放下了 就他怎么还会去开 这个马前总统的玩笑 这是吃人豆腐 对啊 死亡之后来源 是大概2012年的这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 马英九声望很低 而且也包括说 他跟很多人 他握过手的 都出现一些离奇的 这些事件 然后不幸身亡 所以就是有网友 就是觉得好笑 是不是说跟他握过手 我就会有衰运这样 因为那时候刚好呢 网路游戏魔兽世界 还蛮红的 里面的一个重要技能 就死亡歧视的 死亡之握 就拿这个转化成 来形容马英九 那讲久了之后 然后所以马英九 每握过手的人 大家都拿出来看 那就觉得这些奇怪 怎么那么巧合 当然有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 比较穿着附会 就是伯军一笑 那这样的事情 高宏安把他拿出来 当成是一个笑话 来去讲的话 那当然影响是蛮大 因为蓝营内部不满马英九 觉得马英九太软的人 当然也是有啊 过去韩国瑜在选的 这个时候的话 有很多韩粉 其实也是不满马英九 但自己人骂马英九可以啊 你刚刚刚才再怎么说 所谓蓝白河也是一个外人 来去跟国民党合作 然后过去这个柯文哲 他的一些支持者 民主党的支持者里面 是比较反国民党的 可是随着的时间经过的话 国民党跟民众党 几乎越走越近 现在还在结盟在一起 然后一直去反民进党 所以说他的粉丝 就换过一大轮的这个之后 其实高王安的粉丝里面 很多是马粉啊 他看到了之后就觉得说 高王安怎么跑去骂我们的这个马英九 马英九很帅啊 小马哥很厉害会慢跑啊 所以说这个对于高王安来说 他是遇到一个政治上 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他原本已经激怒的韩粉 然后结果呢 现在呢 这个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跟韩国瑜的粉丝 他不完全重叠了 他们是两票不同的人 连马英九的粉丝都得罪的话 那对高王安是一个 很大的政治危机嘛 所以他权衡利弊之下决定说 这次他不再硬拗 马上打电话去马英九办公室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就赶紧去道歉 这个事情我觉得 他对于这个政治上的影响 严重性是说 高王安他对于法律的问题 贪污的问题 他选择的是逃避这个责任 可是呢 这个面对呢 这个可能会吊失马英九的粉丝呢 他用了这个最快的时间 非常严肃以对 李仲廷到现在没有出现 你都不知道他在台湾呢 然后结果呢 这个马英九的事情 他就是马上去道歉 所以他的政治盘算是 凌驾于司法 凌驾于公平正义 凌驾于选民的这个权益 就只有在乎是说呢 他能够稳住 来赢这个盘 让他呢 在新竹这边呢 可以选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高宏安前后的一个反差 可以看得出来呢 是说他其实呢 这个在整个价值判断上面 出了非常大的这个问题 好 高宏安呢 我昨天讲这句话 当然被一票网友骂翻了 说是不是嫌票太多啊 国民党现在对你 已经是这样子 没有再继续穷追猛打 结果居然还去吃 马英九的豆腐 所以今天高宏安才火速 要来道歉止血 好 这个部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 为什么我们每次讨论到高宏安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说 是不是里面有一些 蓝白河的痕迹 说这个话不是蓝白河的 他其实是有一些痕迹可循 有道理可循的 参加这个战斗篮的赵绍康 他有多挺呢 我们就来看看 他怎么帮高宏安说话 他说高宏安的事 这个助理费的争议 重点是在 到底有没有人头助理 如果助理都有在工作 这样就没问题啊 那他底下怎么说呢 他说就算啦 就算高宏安强迫助理 要捐这个公积金出来 也没缓缓啊 你助理不开心你就走嘛 不高兴你就走啊 就不要做啊 这就是赵绍康的态度啦 这个冠庭怎么看 你看像战斗篮都挺成这样啊 人家高宏安昨天在直播上 好像一不小心也讲出心里话 也是拿马英九来开玩笑啊 来 冠庭怎么看 错的就算高宏安强迫他要捐给公积金 也没犯法 这是错误的陈述 这是第一点 这是必须要快速的跟所有的观众知道 你只要 而且是违反那个牢记法第二十二条 如果你强迫人家回捐 你就是犯法 就是这么简单 那第二点 赵绍康董事长 首先他不是法官 他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判断 但就算 就算不是法官 也知道他这样子的陈述是错误的 所以我必须要在第一时间 跟所有的观众讲说 这是错误的讯息 请大家要注意 那其实赵绍康董事长 不仅仅是媒体人 他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过去也是政治人物 他应该要知道说 这是这么基本的这种 等于是这个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概念 他怎么会不知道 还是说他过去在政治人物的时候 也有过类似这样的这种做法 那他觉得说 你不开心 你就走不要走 这完全就是违反了 这种劳基法的根本的这个精神 所以我非常担忧说 如果战斗兰的态度是这样子的话 那对于这个未来年轻人 会不会选择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我想这个问号 他自己要给自己回答 因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这个助理 助理本身跟这个立法委员 或者是说雇主跟劳工之间 他的这种权力关系是不对等的 那你讲公积金 你可以讲公积金的时候 那助理们能够 会对这个他的雇主有感有意见吗 至少在一般的职场环境里面 当然是在友善的职场环境的话 雇主跟这个雇员打成一片 那或许可以针对一些问题 他们可以马上去辩论 但是看起来我最近看这个新闻的话 这个新闻画面 看起来不是这样子大家都很害怕去发生 甚至刚才几位评论的同事有谈到说 还有甚至有各种不同的压力在 不管是上对下的压力或者是政治的压力等等 所以这样子的做法 你等于是在助长这样子的不平等 再继续资深 作为民众党的立法委员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给人家的环境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先不谈论是不是有违法的问题 光是有这样子的气氛就不对了 那第二点 你是前助理直接拒状来跟这个告发 那告发里面有把所有的资讯 一一都陈述在上面 还有包含多少钱 你去用这些公积金去购买什么样的产品 还有谁使用这些公积金 甚至有你请这个助理吃饭 但是你使用公积金 超越这一个原本的费用 那其实这些都是可受公平的 甚至不是可受公平 这些都已经 我看他们已经交给北极组 北极组现在有检察官去指挥犯案 这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赵刚刚董事长这样的说法 某种程度其实是在把蓝营的支持者 特别是七年的票源再往下降 但是对整体的国民党的支持度 我认为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未来这个年轻的蓝营的政治人物 必须要站出来去很清楚的跟大家讲说 这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那你不可以再助长这样子的 只是为了政治的目的 然后来去助长这样子言论继续发酵 其实这对国民党来讲 肯定是在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不好的状况 那特别是高宏安才在前一天说死亡之沃的部分 我自己虽然在99.9%的政策上 我完全不苟同马英九总统 过去的所有的这些 包含他对中政策 还有或者是劳工政策等等 那我自己是没有拿他的死亡之沃开玩笑 因为我觉得第一已经不好笑了 这已经过时很久了 那他还提出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实物 第二点就是说 你现在在新竹市 你是撒卡都的状况之下 看样子他是要 尽量去争取零跟人的 这个国民党的选票 但是很明显的 他就做出错误的决定 所以一错再错 在法律问题上面做错事情 应该是说在法律上面 面临的挑战的时候 他选择用回避 第二件事情的时候 该回避的时候 选择去挑战 这一个国民党支持者 这是两个连续的错误 这对他的选情 当然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 特别是高宏安委员 如果继续再跟战斗拦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称号其实是 对国民党来讲 他们战斗的目的跟对象 我都觉得是错误的 如果再跟他们站得越近 那对他的选情是越差 所以也是奉劝高宏安委员 尽量的赶快去做危机处理 然后像赵董事长这样子的错误的言论 千万不要透过自己的这种网路上面的测译再去宣传 那最后也是回应这个胡主委 刚刚讲到这个网红四朝猫 关于这一个 这个录音带的事情 我们通常都不会再去做评论 因为这就是封闻法则 传闻法则就是不要再去再传播 我们也是会这样子想法 有就是拿出来我同意 是好 有刚才讲到这个战斗篮 我先请昆城议员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赵少康在国民党里面算是很有分量的 就是战斗篮之首 战斗篮的领袖 他今天说这样子的话 走你你就不开心你就走啊 讲这样子的话 年轻人听到做何感想呢 议员 赵少康这句话这个不高兴就走 就表示说他是个冠老板 那我也请这个台北市劳工局 好 我去查一下赵少康 在这个赵少康在中国里面 是不是也有像这一种的 就是强迫助理要捐公积金 或是有苛刻助理的情况 好 我去查一下 因为他这种态度就是说不高兴就走 所以你看 这个年轻人对于赵少康 或是说对于国民党印象就是这样子 这些人就是高高在上 然后这个年轻人到你们 不管是党部 或是说到你的公司去上班 这好像随时都可以把你撵走一样 而且我认为赵少康你错了 这不是说没有违法的问题 这刚才大家已经讲过了 这是有违法的问题 因为你的公积金就是牵涉到两个 一个就是说这个加班费是不是有福报 根本没有加班 把这个福报的加班费变成公积金 这公积金又大部分是公 高宏安使用 这就有问题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薪水低薪高报 然后这个插好的部分也变成公积金的一部分 又给这个高宏安使用 这个都是违法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赵少康不是说你简单一句话 不高兴那你就走 完全不是这样子 这个不是说你想走就走 这个高宏安这个必须要把这个公积金的事情 把它讲得很清楚 他如果不讲得很清楚 然后这个赵少康这个家庭 赵少康或是说像柯文哲 这个都是双标 他们的说法都是只有一个 就是说希望让民进党在新竹市 就是说选不好 下架民进党只是他们最高的策略 那至于到这个司法上有没有问题 道德上有没有问题 这完全不是柯文哲或是赵少康 他们现在所在意的 他们只在意就是说 现在只要这个民进党 这个不要上 然后这个林根仁就是放弃他了 那我是认为林根仁 你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自己也要有骨气跟志气 这个被人家瞧成这样 瞧不起成这个样子 那你还闷不吭声 然后这一个这个手上的这个资料 到现在还不敢交出去 我是觉得说到现在为止 选举是有时候是选完之后 就结果出来就算 但是人家会评判说 你这个人的这个价值到底怎么样 这个价值对你的评价 是跟着你一辈子的 所以我也奉劝这个林根仁 不要被不管是这个战斗人 是被这个朱立伦 或是被这些国民党这些高层 看不起 这个做人以后是做一辈子的 这个赵绍康的话 这个文琪来补充一下 我不晓得到底这个 没关系文琪待会儿来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赵绍康讲这样的话 不晓得多数国民党认不认同 国民党也是很多委员 很多议员 这底下都有助理 也是这样跟助理说吗 不欢迎不利就别做 赵绍康的这个说法 当然我也觉得有问题 因为就像刚才冠庭讲的 唯不唯法真的不是她说了算 这个我赞成 不管有没有劳基法这些 不是她说了算 但是她讲的这个基本的逻辑 是因为说 如果有没有人头助理 在工作上就认定上法律的认定 所以她这个有对有错 只是她 我觉得不用这么客气 尤其在选情这么紧绷 但是刚才昆成 我为什么要回应一下说 如果我也赞成 其实赵绍康 如果个性是冠老板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查的话 我建议一下昆成 徐定真也要 因为她最近也不是跟 联合大学的学生说 不爽不高兴就去啊 这是两回事好不好 这个东西我的意思是说 我认为是两回事 从个性的问题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从个性的部分 我是从个性 然后所以现在再回到 赵绍康的一个本质 就是说 我觉得她当然希望 能够拉抬国民党 但是我认同 她是在拉抬高红安吧 是在拉抬国民党吗 不是 她现在帮她解套 因为他们认为 想那要帮高红安解套呢 对现在他们的 因为我现在不能说 我代表蓝颖 我只是前党工 但是如果以新竹 三角都的一个选情 确实高红安 到目前为止 就我们听到的版本 即便发生这么多事情 基本上她还是相对强势 后面她怎么处理 所以刚才冠庭讲的 那个部分 我是可以接受 我认同 赵绍康的战斗篮的色彩 要用在哪个地方战斗 这是赵绍康要去想的 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是斗机 有时候该策略性的退 或是该要进 我觉得这哪年之间 赵绍康要更 他是个聪明人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他这样的回应 确实是相夸 担保的问题 赵绍康这样的回应 这个很多人认为说 根本就是提油救火 这对高红安 会有帮助吗 那新竹的部分 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到首都大战 台北市的攻防战 今天最新战况怎么样呢 稍后回来 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到 市里葫芦堵市场 扫结备票 全力冲刺 有啊 有啊 有了吗 有 好 不少蔡兰族主动要求握手 合照相当受欢迎 但对手可没这么容易放过他 蓝营先前拿出照片 指控陈时中 但任为副部长前移 北一董事身份访问中国 执疑抗中保台牌失效 反将他一军 民进党每次到了选举 就在喊抗中保台 是谁把实际说成是中共头路人 又是谁把在中国大陆工作的艺人 说是舔共媚共 不要每一次到选举 就在内部找艺人 就在内部制造分化和对立 抗中抗共 这是一个基本的精神跟态度 那至于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 都要站在一个对抗的角度 那也不见得 几年前那时候是一个 北一的董事会 大概在那边做相关的一些 等于是医院管理的学术交流 蓝白话说的酸 陈时中回应只是学术交流 选政最后关头 陈时中也推出催票短片 感性含话选民 但就是这影片中的小白兔 被外界截读在暗奉讲万安 一辈子被保护得好好的 都是用各自的竞选影片 正面的告诉市民朋友 我们对台北市破话的愿景 我们对于相关 我们委托制作的创意表现 我们都尊重 有的让大家慢慢品味 那有觉得讲万安就像是 卫生里的小白兔吗 我觉得不像呢 强调讲万安不像小白兔 留给外界想象空间 台北市让G-JF到投票 结果出炉顺负难分 谁比较像小白兔 这个部分我先来请教一下朗东 当然这个竞选影片一出来 大家可以各自解读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蓝绿的攻防 好像有一种这种互相抹红的感觉 因为民进党的部分质疑 讲万安之前在美国 这个矽谷经验 说他在美国担任律师期间 曾经为中资企业服务 当然这样的指控 这个蒋万这边很不开心 所以他们去挖出说 这个阿中2016年 在担任北一大董事的时候 也跑到中国去 跟宁波医疗中心 有这个交流的活动 双方面现在吵得不可开交 朗东 对啦 蒋万遇到的问题 不只是说他有没有帮中国 代言的问题 而是说呢 在辩论会上面 大家也希望要听到台北的愿景 结果他们一直挑整反复 讲到阿拉西谷律师 矽谷经验 大家当然就很好奇的是说 那你一直把矽谷 这两个字挂在嘴边 那真相是什么 结果真相浮现了之后呢 发现是说呢 他呢就有推征的方式 他推征上政大这个时候 政大外交系 他爸还是外交部长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政大外交毕业之后的话呢 就去美国呢 这个宾州那边念书嘛 然后念完书之后呢 出来的这个时候呢 进入的WSGR这个事务所 结果发现出来在里面 在那边实习打杂 并没有真正做一些 关键性的这个诉讼案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他就被这个资钱了 那资钱之后 将近有十个月的这个时间的话 没有工作 就是所谓的待业 失业经验啦 那这个失业经验结束之后 他下一波的续合下一个事务所 跟他自己同时又开了 应用到一家事务所 都是不是在处理 中国企业要到美国上市 募资的事情 而这些中国企业 后续几年 陆陆续续在美国的股市当中 被下市啊 然后呢发现说呢 这种借格上市 问题的非常大 所以他这个矽谷经验 发现竟然是所帮中资集资的经验 而不是大家印象中 矽谷是科技业啊 Google啊 脸书啊 这些是苹果电脑 这些产业 所以这部分 第一个要质疑的是他的诚信 跟他的能力的问题 什么是诚信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他一开始就说 我在美国那边跌跌撞撞的 有很多不顺遂的这个记录 那大家不会去怪他 不会说是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有生活的这个气敷嘛 可是他是说 我看起来一副很精英的样子 说我矽谷律师 大家的刻板印象就 矽谷律师应该就是处理 像Google这种案件嘛 或者是一些关键性的一些新创产业 叫矽谷律师嘛 结果你在那边处理中资 这些中资后来一个个都没 美国这个得下架了 所以这件事情对蒋万安来讲 是非常伤的 甚至说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国民党的一个医疗委员会 他们来说蒋万安辩顾 说蒋万安的这个矽谷经验 是一次次失败又再站起来的经验 是体会年轻人逐梦辛苦的经验 这个很好笑 你一开始以为你矽谷律师 是一个精英的经验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 这是一个底层的这个经验 这是一个失败的经验 这是一个打杂的这个经验 这百分之就骗人吧 所以蒋万安为了模糊这个焦点 才开始去反攻说 陈志忠他也有去过 这个中国交流等等 他中国交流在2016年的这个事情 那这表示一件事情是说 陈志忠不是一个逢中必反的人 2016年那个时期 其实很多本土派 他也是会去中国当台商 他也是会去中国交流 什么时候开始说 跟中国交流这些等等 大家觉得尽量不要去 2019年习近平先说呢 这个九二共识没了 就是一国两制 包括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中国会随时把你抓起来关之后 大家才觉得 那我们双城论坛不需要办了嘛 你战机那个中共战机在扰台 然后加上又港版国安法 你可能坐个飞机啊 这个到了香港过境 都有可能被抓起来之后 那你觉得连这种很基本的这些交流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其实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 这很明显就是有差别 因此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一种 抹黑的一个策略 他就觉得说他没办法解释 张孝岩在做那个台商协会的事情 然后收钱不犯是 在那边是不是跟很多这些中资啊 跟中国共产党相关的一些聚会 他照这些套为止 不敢解释这件事 他也不敢解释说 他所谓的美国律师的经验 结果都是这些中资 那这些中资怎么来的 跟他父亲有没有关系 他也没办法去解释 他就某一个说 陈时中有去参加过一个学术交流 所以说你也是红的啦 这种方式是说去模糊焦点 但是选民最后还是回来看是说 那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 你的愿景在哪里 你如果你的矽骨经验 只是一个失败的这个经验 那要如何带领台北市 成为一个光荣城市呢 对啊 讲完现在是不是这一招 就叫做模糊焦点 这个昆程议员补充之前 我们先来看今天阿中部长的回应 他说他当时真的有代表 北一大董事到中国那边去参加活动 可是呢 他说他说他在中国的活动 全程这都是公开的行程 都没有任何私下交流 那他讲 抗中宝台并不是表示 事事都要挑衅 他的立场是理性不挑衅 可是讲完怎么说呢 讲完说 陈时中怎么可以去中国交流 抗中宝台DNA在哪里 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不断在质疑这个DNA的问题 来议员 不是啊 其实先讲到讲完安 他为什么大家现在提 他的矽谷经验有问题 是他的矽谷经验 他自己提出来的 他自己想要用这一种 比较中产阶级 甚至有点这个精英的这一种 态度来面对这个台北市民 就是说你看 我有矽谷的经验 我是矽谷的律师 那投给我呢 这个台北就会跟矽谷一样 就是他当时提了 听起来很华丽的词汇 他提了六次矽谷经验 他自己提了吧 跟提了之后 大家就发现说矽谷经验 那好像是这个 这个第一个 你当了律师 是人家受过律师 而且呢 是发现是打杂的 曹先生说你是打杂的 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样 这个实质的一个经验 而且中间还被知浅 我记得这个 还有听权 对都有 讲完自己 他有一段影片 还讲到说 他在矽谷的时候 这个失业的这种情况 什么他老婆养他 书上也有血 那后来发现说 他后来自己开了律师事务所 然后呢 都是处理中资的事情 那如果这些事情呢 你当初讲清楚的话 大家就觉得说 你的矽谷经验是这样子 那就跟你 后来变大揭发的事情 有很大落差 所以不是说这个 你这个 跟处理这些中资的事情 有问题在抹红你 不是 你如果当初 把你的矽谷经验 把它讲出来 这回事 也没有关系 就让台北市民 去做公平 那现在不是这样子 那现在发现说 你这个打杂经验 或者说这个 其实都做一些比较低阶的 然后现在他就说 这个英雄不怕出生地 或是说 矽谷经验 从挫折中再站起来 这跟当初你想要给 这个台北市民 这个image就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是说 在抹红你讲万安 是说这个 你的矽谷经验 自己碰红 然后被人家 那个刺破之后 你又再转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 那你就是不老实的一个人 那你去发现说2016年 这个陈时中 他用这个台北医学大学的 这个董事会 他董事的身份 去做一个交流 那这个交流老实讲 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行程 那这个民进党不是说 完全不跟中国做交流 就是一个原则 就是大家要平等 要尊重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做这个交流 所以阿中讲说 这个是他第一个 他的行程是完全是公开的 第二个 理性不挑衅 那所以说 大家可以来公平地说 他那一次去中国访问的行程 那所以你又说 他去中国访问的行程 又说 你这个什么抗中保台 DNN在哪里 我老实讲 你国民党去提这个阿中 这个抗中保台 DNN在哪里 我觉得是笑话 真是笑话 回去他看说 这个蒋万的你的父亲 蒋万这个蒋孝岩 有没有说 这个那时候利用 这个国民党秘书场的身份 来当这个台商的买办 然后甚至还去瞧 所以说这个一些 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特权等等之类的 有没有去骗取这个台商的钱 都有 因为这个法律上 都有相关的这个诉讼 你A人家三千万 那你打官司打输了 所以说你在讲说这个 质疑这个陈时中的这个抗中保台DNN 我就请你回去 请你去蒋万去问一下 你爸爸 这个蒋孝岩 当初有没有这回事 利用这一个你们这个国民党 这个特权买办的身份 到底有没有到这个中国去 坑骗台商 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再说一次 今天我们只是让市民知道说 你蒋万讲了这些事情 我觉得不是在抹红你 你要讲出来说 那当初为什么这个 人家请你签这个 这个承诺 不投降的承诺书 你不签 那或者说 这个当民进党要讲说 这个平等交流的 这个互惠这个原则的时候 甚至在这个 这个中国这个军机军舰 在老台的时候 结果中国这个国民党 还派这个副主席 到这个中国去 最后就变成说 继续军演范围过大 那请问一下 蒋万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刻 有没有站出来 就是说谴责中国 我觉得我们在讲的 看中宝台 是在讲这一部分 结果你拉哩拉扎 讲了一个阿中 这个2016年 有去中国做了一个 学术上的交流 这完全是两回事 那也表示说 这个蒋万 就是随便 选择给你摸昂 然后想把这个整个选战 变成一个颇奋战 那我是觉得说 蒋万不要这样子 虽然我看到昨天 这个阿中的 今天看到这个阿中的影片 这个里面有一幕 这个小白兔 当然在影片中 他没有讲说 小白兔是谁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 这个好像是蒋万安 可是发现说 蒋万好像也没有像 这个小白兔一样 这么纯洁 他们的选举在泼粪 在抹黑 也没有像小白兔 这样的纯洁 蒋万安就好好 老老实实讲一下 说你爸爸 这个蒋校园的事情 在中国到底做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当 中国军机军舰老台的时候 你是站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们在讲说 为什么要 抗中保台最重要的原因 这个蒋万安 现在这样好意思 去质疑阿中 抗中保台 DNA等等的事情 是不是要自己先 这个父亲 这个蒋校园的事情 先交代清楚 来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红鹿委员继续来帮我们补充 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在台北市的工房站 到底是怎么样 先来请教红鹿委员 国民党阵营 现在就是说 你们民进党 不是都一直高举 这个抗中保台的大旗吗 那怎么陈时中 2016年 还会代表什么 北一大的董事 去中国跟人家交流呢 今天是早上 苏贞昌院长 也有出来回应这件事 我们来看一下 院长说 其实我们一向不排斥 跟中国进行对等 正常的交流 这是没问题 但就是蒋万安 这个他的父亲蒋校园 过去的事情 是不是要交代一下呢 委员 本来就是民进党从来没有说 不跟中共交流 民进党也不仇视中共的人民 我们担心的只是中国共产党而已 这不一样 这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蒋万安 他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 我认为 他就是故意要模糊焦点 因为刚刚大家讲的 他在矽谷的经验被挖出来了 就是替中国人服务 对不对 这中间到底是扯了多少 民进党从来就没有说 不跟中共交流 我们要的就是对等公平平等的交流 如果大家是对等的 那当然是可以交流 而且民进党也从以前就说了 民间的交流再说一次 民间的交流 只要在对等平等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不排斥啊 对不对 你只要不要中共在那边 小手段啊 这个我们都是积极鼓励 大家互相交流 陈时中这代表的是什么 这不是官方团体啊 这是台北医学大学的董事去的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民间的交流嘛 一个很清楚的民间交流嘛 而且人家他也说全程公开嘛 这个没有什么好检验的嘛 也不怕你去查 对嘛 反而是你们蒋家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姓蒋啦 那你们蒋家 你们所有的在中国的 你要不要摊开来 要不要让大家都知道 包括你在戏骨 要不要知道 我认为任何人去中国 我们只要秉持着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你是去代表台湾人去的 你是保护台湾人的利益 还是是你保护某些 特定族群的政治利益 或者是你是出卖台湾人的利益 这点要分得很清楚喔 我们大家质疑的就是你的蒋家 你是保护你个人的特殊政治利益 还有你不是保护台湾人的利益之外 你是出卖台湾人的利益 而去获取你个人的利益 我们担心的是这个啊 那你这个你从头到尾你不讲啊 对不对 你不讲的情况之下 人家能够 你一直说这个陈时中的什么DNA 我觉得啦 DNA不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啦 DNA只要学过生物的人都知道啦 在出生的那一刻 我不要再讲的太那个了 反正喔 就那一刻就注定了你的DNA了啦 与生俱来耶 就与生俱来的嘛 这个还有什么 对不对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人家才在怀疑你的DNA 你到底是姓蒋还姓郭还姓什么 人家才怀疑你的DNA 所以你自己有一个感觉 DNA可能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你不知道别人的DNA 是永远不会变的 所以你就是因为这样 你才要故意在前 昨天还是什么时候 去什么七海关底 去搞那一处 如果你真的不用怀疑 你就不用去搞这一套了嘛 还要人家这些人来说 你就是我们的蒋经国的孙子什么 如果你都是不用搞这个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什么 蒋旺安他故意去说陈时中 他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民间交流 他故意要来抹黑他 来要把这个DNA的这一个模糊焦点 然后他的DNA有两个 一个是他身世的DNA 还有一个他们家在中国 还有他在矽谷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不敢让人家知道 我再说一次 只要你任何人去到中国去交流 你是保护台湾人的立场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但是如果你是去听讯 然后去歌功颂德 去出卖台湾人的利益 然后去保护某些人的特别的政治利益 这是不被台湾人所允许的 这个选战只剩下最后八天了 我想请教文琪 蒋旺安的这个策略 你敢看有 最后这几天 他现在居然去打说 陈时中以前也有去中国交流什么的 难怪人家黄珊珊在笑说 你们国民党不是去更多吗 那蒋旺安自己爸爸的事情 也都没有出来说清楚 其实我很喜欢民进党的辩论 这一顿的这个逻辑因为就刚好又回力标嘛 就像我就朗东在联合报写东西 我也觉得他很专业啊 我们就看他做什么像什么 他在矽谷 他本来公司赋予他的任务 他有没有违法这一帆两变 否则你看陈时中的公开行程啊 为私下交流 我先问一下陈时中 你后来私底下有没有跟这些所谓开会后的吃饭 算不算私下交流 如果把这样的标准都套用在国民党之前去大陆 有哪一个不是可以公开的 所以讲这个是没有意 陈时中要了解是他的仇恨值之所以如此高 是因为他一再双标 可是这次我完全支持陈时中的说法 抗中保台 因为我们现在抗的是陈时中 保的是台湾啊 所有的标准 你看到了 我都不管说顾力雄啊 叶菊兰 郑运鹏 江冲渊 你们去都可以 别人去都一定都害 我说民进党搞政治不要搞过头 就是你们去的绝对都对等公平 大家去的都不是 这就是真正问题的所在 至于我们来看所谓的苏贞昌 对不起我先不管保身大地了啦 你说大野狼小野 或是大野狼小白兔 我说不管蒋万安是不是小白兔 我们真正担心的是陈时中才是真正的大野狼 今天如果真的有问题 你就把他抓出来 至于曹青城就更不用讲了 你先把你的黑熊学院 我一直强调 不要以前有十一寇 现在只剩下周玉寇 以前有林毅熊 现在只剩下台湾黑熊 你这两个案子执行了这么久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所以我说陈时中讲的这些话 对我们正统的人在听 你都清白讲讲的嘛 你今天的逻辑是这样 明天的逻辑又是这样 所以他的仇恨值之所以会高 真正的这样 最后我讲一个 其实陈时中糟糕的是在哪里 他已经讲过 他自己露线 他说如果再来一次 我也绝对不会再当指挥中心 因为他顶不住 彼得原理下的陈时中 他连这种事情都扛不住了 对不起这种人 你要当台北市市市长 那就休閒了 来 这个冠廷 国民党现在感觉起来 不断在墊高 这个阿中的仇恨值 这感觉看起来像 国民党的选战策略啦 那选战最后倒数 蒋湾突然打出这张牌 说这个阿中也有去中国 那到底这个回力标 会设向谁呢 冠廷 我先回答主持人 就是说 为什么会被仇恨 因为你必须要做决定 你做的决定 不会让每一个人都满意 在疫情的时候 你每一个决定会影响到的 就是一个族群 但是你必须要扛这个压力 去做这些决定 尽管会受到指责 也会受到在野党的批判 所以他 陈时中市长 或者陈时中部长 之所以愿意做这些决定 他为什么会说 如果再一次他不愿意当指挥官 是因为他要扛起来的这些压力 这压力 你们去试想 所以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 甚至一些人的生理识别 所以为什么陈时中部长 他在这一个辩论会的 最后的结论的时候 他讲话会有一点哽咽 因为不仅仅是他 整个参谋 整个指挥中心的每一个人 都要担负着可能失败的责任 从保评信号到最后 我们看到疫情有受到平息 我们会感动 是因为他经历过了这些 所以说 为什么刚才有人说 蒋公安委员太过顺遂 当他不需要扛住这些压力的时候 他当然不会受到这些批评 他不会受到全国的批评 或是不会受到在野党的批评 因为你没有办法感受到说 他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会影响到哪一些人 立法委员有些时候是这样子 你最吸引到仇恨子的 有些是真的是花费很多心思去问证 去批判 所以他当然会受到一些仇恨子 所以陈思忠部长 之所以受到这些仇恨子 是有原因的 那他也跟大家解释过 很多人相信他 很多人支持他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文轩 跟吹票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不仅仅是吹票 而且还是吹累 他赋予的这些 这些被赋予的这些责任 乃至国民的这些责任 乃至国民的这些压力 总算得到疏解了 所以他当他才会讲说 他离开这个指挥官的这个 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有点如释重负一样 每一天24个小时 你看在这个过去 还有每天的防疫的这个广告 或者是在防疫的这个记者会 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他爆出每一个死讯的时候 那是多么大的压力 所以这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必须要先跟这个 胡主委先回复一下 那第二点关于这个保台抗中 必须要特别强调 刚才委员有谈到 抗的是中共 那现在抗的不仅仅是中共而已 因为现在权力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 所以变成说 这已经独裁的倾向更新 这种更加严重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为了要保卫台湾 才要做出的举动 那任何沟通 只要不在恐惧之下的沟通 我们当然都欢迎 只要不在有前提之下的沟通 我们也都欢迎 可是无奈 这个从19年之后 习近平这个担任这个主席以来 一直以来的压力 或者是预设前提 就是要有一个中国之后 才能够开启这种对话 所以我们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会反对民间的交流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民间的交流 刚才我们也提到 陈志忠市长候选人 他是代表一大的董事会参加活动 所以这个政治的敏感度相对也低很多 种种的理由 我希望在党能够理解说 我们不是针对这些事情 再去无限上纲 而是针对台湾的主体性 我们在保卫台湾 这才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主旨 就是一直以来我们的愿景 也是这样子 是 尤其像是这个爱台湾的曹先生董事长 他也是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